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36种高价药纳入目录范围 这些药品的平均降下幅度达到44% 最高的达到70% 此次谈判确定的支付标准有效期到2019年底 同时 谈判协议中明确 如果因国家有关政策调整影响协议执行 双方可以更改协议有关内容或签订补充协议 而最近癌症患者又迎来了一个好消息 0214种抗癌药价格下调 为了减轻患者的负担 国家医保局于8月11日再次宣布下调14种抗癌药的药价 并要求9月底千个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平台 都要按照调整后的新价格公开挂网采购 在此之前 国家医保局已经组织专家通过评审 临选投票等程序 确定了你进行医保准入谈判的药品范围 你谈判药品均为治疗血液肿瘤和实体肿瘤 所必须的临床价值高 创新性高 病人 获益高的药品 覆盖了非小细胞肺癌 节直肠癌 肾细胞癌 黑色缩瘤 慢性立细胞白血病 淋巴癌 多发性骨髓瘤等多个癌种 下一步将启动谈判材料准备 专家评估和具体谈判工作 除了14种药价的下调以外 首个肺癌免疫治疗药物或P也要上市了 03首个肺癌免疫治疗药物或P即将上市 开启国内肺癌治疗新纪元 国内首个 也是目前唯一获P上市的PB1抑制剂 开启了肺癌免疫肿瘤治疗时代 8月10日 白石美食贵宝在北京举办 TDE丹康Optivo的中国上市媒体发布会 会中透露 Optivo那5例有丹康注射业 Odeo将于今年第三季度 正式登陆中国市场 在我国 每年肺癌新发病例 达78.1万例 预计到2020年 每年新发病例将超过80万 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一直高居所有癌症之首 其中非小细胞肺癌是肺癌中最常见的类型 约占所有肺癌患者的85% 目前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不到5% 而免疫肿瘤治疗的出现 让肺癌晚期的人们在黑暗中看到了亮光 零四免疫肿瘤治疗毒副作用 小患者存活率提高与传统治疗方式不同 免疫肿瘤治疗并不直接作用于肿瘤本身 而是通过激活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来抗击肿瘤 具有毒副作用小 疗效持久等特点 如果说把抗癌必作战场 那么化疗就是 不分离我的轰炸 将所有细胞全都杀死 近几年国内新增的靶项技术建立在基因上 但是靶项技术更像狙击手 要对上靶点才能有地方使 而免疫治疗相当于强化自身 不借助过多的万力来抵抗癌细胞 从而达到治疗的效果 作为国内首个获批上市的免疫肿瘤治疗药物 OPOVA为医生及患者提供了全新的治疗选择 在中国有望成为非小细胞肺癌二线治疗的新标准 中国胸部肿瘤研究协作组主席吴易龙说 通过临床研究 证实这种免疫治疗注射液 将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五年生存期提高到了16% 大大改善了患者对癌症的生存预期 截至目前 这种免疫治疗注射液已在超过65个国家及地区获得批准 在美国已获批15项试应证 涉及非小细胞肺癌 黑色素瘤 肾癌 或其筋泥巴瘤 头颈磷癌 膀胱癌 截止肠癌 肝癌八个流种 在日本 韩国和中国台湾为癌试应证也已获得批准 这一系列的措施 对于癌症患者 来说是福音14种抗癌药价格下调 减轻了患者的负担 免疫治疗药物在国内的出现 便利了患者的治疗 为我们的国家点赞 感谢观看